字幕視頻 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魚豐叔叔 這部影片是新卡剪屏的第二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一集的觀眾 趕緊到我的頻道觀看上一集囉 還有提醒一下就是看新卡剪屏之前 可以先去觀看職業推環境說明 可以更加幫助你了解新環境哦 那我們直接來看第一張牌吧 首先紅卡部分啊 我們成功轉生的主教紅卡 希望女王立笛耶二 三費三三體質 每當發動回復自己主戰者或自己從者能力時 抽取一張牌 進化時可以回復自己的主戰者 與自己的從者全體兩點生命值 簡單來說 只要他在場上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你 每一次補血的時候就會額外多抽一張牌 對於已經消失的奶泡轎來講 這張牌是一張很好的補強 而當你前面已經有七寶石公主雷菲爾的主戰者補血效果的時候 你搭配場上的白牙神殿 一回合抽三張牌 都是有可能的 其實你不是奶泡牌組啊 你假如是偏後期的主角 你的牌組有選用七寶石公主雷菲爾這張牌的時候 你就可以考慮放這一張的麗笛耶二 畢竟他本身體質很好 而且進化的時候 本身就會抽一張牌 還可以做一個優勢交換 順到還能補自己主戰者的血量 那麼雖然這張牌那麼的強力 但對於不太放補血手段的主流 聖屍牌組來講 會選用這張牌的機率還是不太高的啦 這張牌是A類很強力的一張牌 另外一張主角的紅卡 殘缺的聖女 利莫涅姆 機械 4費4三體質 入場取 暴人強化6 獲得這從者不消耗EP即可進化的效果 進化時不虧體質 會發動這場對戰中 如果每當自己的機械從者被破壞的時候 則會增加一張利莫涅姆的救贖卡片到手牌中的效果 那你是無法疊加此效果 利莫涅姆的救贖 0費法術 使手牌中的一張的主角的從者卡 或一張的機械從者卡消費簡易 如果自己在這場對戰中啊 使用了利莫涅姆的救贖卡片為4張 不包含本張牌的話 則會增加一張聽藥盾甲卡片到手牌中 聽藥盾甲 能力988 所有的效果都對他無效 除了改變攻擊力、血量數值以外 大家很愛的聽藥爸爸變相的回歸了 看來我們的逆末涅姆 跟爸爸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關係 以進化過後的效果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一張牌就可以看作你之後拿到的機械從者都是減移費的 因為他可以讓主教從者或機械從者減移費 我認為只要當牌組構築得當的話 手牌張數可以維持得很好的話 這是一張非常有潛力的一張牌 當你機械類型的牌拿得越多的時候 你節奏就打得越快 久費的時候就可以再準時派出天藥爸爸懲罰對方 看來我們的自來也終於有事情做了以外 我們的滿月先生也需要轉身了 屬於B類牌 機械主教牌組必定放滿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吸血鬼的最後一張的紅卡 萬眾矚目的第三次轉身的梅杜莎 她又再次重回了毒蛇的懷抱 5費24體質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隨機給予一個毒蛇必殺的效果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隨機給予一個毒蛇守護的效果 入場取 召喚三隻毒蛇到戰場上 進化時還可以增加一張梅杜西亞娜到手牌中 梅杜西亞娜是一張8費17體質 途徑必殺可以打三次的重者 可以看作是另類的亞歷三大 本身的這個效果真的很對得起這個一再轉身的魅力 524體質再加上三隻一一的重者 還有其中幾隻個別會有必殺以及守護 這感覺就是新式的狗妹 不過當然還是新狗妹比較強啦 那進化後還可以多一張牌給你做一個使用 論節奏來說的話 5費節奏可以完美的接到無限制的4費的小梅 8費的美杜西亞娜還可以接到7費的斯特諾 蛇蛇肘的一大補強 但是剛剛所說的都是在無限制 蛇肘已經退光了 雖然感覺這張牌來遲了 但是又能再一次看到小梅 還是一句真香 C類 適合給那種不是主流純鋪長的吸血鬼牌組玩 或許之後可以跟機械肘做一個混軸 接著是金卡部分 主教金卡 激裝神父 機械 7費55體質 具有守護 這個從者受到傷害的時候 如果傷害為4點以上的話則會轉變為3 入場取 增加一張修復模式卡片到手牌中 使自己手牌中的全部的修復模式消費變為0 主教又多了一張的神父 這張真的是強牌 之前類似效果的像是馬文啊 或者是卡塔妮娜 感覺沒有很OP是因為進化後的血量沒有超過7 所以你就不能額外再多扛一下 那這張的神父啊 不只進化後額外可以再多扛一下 還可以用修復裝置補3連血 等於說就可以再再再多扛一下 總共4次啊 而且主教7費單卡來說的話 沒有太多的牌可以搶他的飯碗 那這張牌啊如果你前面還有搭配到主教的紅卡啊 你還有機會可以在6費的時候就架出這個盾 那你前面還有留中力的哥布林基兵額外給的修復模式的話 你還可以一直補一直補多撐好幾回合 除非遇到直接破壞或者是必殺的手段 不然這個神父就是超扯可以一直扛的一個從者 很強力的一張牌 但就主流算是在講的話也是放不太進去了 然後數值是隨機指定的 就像是類似於真實宣告的運作機制啊 如果你夠賽的話就可以甩出數值0012 就有機會在8費的時候直接召喚出塔爾塔洛斯 這是一張很隨機的轉蛋 可以做出類似於之前778瓦主教的鋪場 但我覺得不會準時牌 反而是9PP的時候牌會更強 因為接下來的10費節奏啊 你只要有留從者的話 就有機會用飛力加上飢餓來三刀逆轉戰局 而且12的玩者召喚出於3 平均都會交4費的從者 各種3血4血要解乾淨真的很難 是一張很簡單暴力的直接鋪場的手段 但由於要吃木的關係啊 每套牌組當中啊 頂多就是放一張 當你死靈術不夠的時候啊 沒辦法觸發到他的能力 他就是一張不能打出去的牌 那麼除了阿卡斯死靈不能使用這張牌以外 其他的死靈牌組都蠻好搭配的 像是中速的二將軍鋪場死靈 戰鬆死靈 A類 很強力的一張牌 玉絲之道 伊費法術 給予一個自己的從者下一次受到的傷害轉變為0的效果 暴能強化是 由原本的一個自己的從者轉變為全體的自己的從者下一次受到的傷害轉變為0的效果 很有意思的一張牌啊 效果就是露莉亞的包摩的效果 正常的牌組來說的話 你不會去考慮這張牌 因為畢竟他會佔你一個購組 而且還蠻吃搭配的 但如果你牌組中有特別想要保護的從者 跟這張搭配起來的話 就會十分的強 比如說這次的新卡安逆兒好了 你七費的時候打安逆兒 搭配玉絲之道 將就有圓滾滾的機器人跟包摩 同時保護著我們的安逆兒 對方只要解不出來 對方就要哭出來了 所以這張牌適合保護一些有特殊效果 有回合結束發動 或者是回合開始時發動 可以增加優勢的卡片 甚至是拿來搭配 就是我們的中立的傳奇戰鬥士 可以做到類似於就是 伊達正宗白嫖的人力 那麼這張牌這指定下還蠻有趣的 那是屬於 系列有強度的非環境牌 阿莉亞的旋風 惡廢法術 給予雙方的從者全體 妖精與妖精陰火 除外的 AKS點傷害 AKS為本回合中使用卡片藏術 不包含此卡片 說真的在阿莉亞退環境之後 出這張牌感覺有點怪怪的 這張牌一定要搭配到妖精或是陰火 才比較有它的強度 那現在的電車快要來講的話 能拿到妖精的手段就是 三隻的水之妖精 三張的妖精與身體死者 還有有些人會考慮放的 妖精的護風影半 單單就這個純鋪場的精靈來說的話 用這張牌來做一個解場的話 本身很吃勁牌 你必須同時間手上也要有旋風 還有足量的妖精才可以發揮這張牌的強度 那假如你沒辦法達成 你打哥布林或者萊拉來搭配這張旋風 還會少掉自己的全場 感覺真的很蠢 所以鋪場的精靈你想要放這張牌 你就必須要提高拿到妖精的手段 這樣才可以適合放這張牌 那就可以在先打妖精鋪場之後 再打這張牌掃場之後再行鋪場 新版本來說的話 如果沒有可以增加拿到陰火或者妖精的手段的新牌 我覺得這張牌不會很強啊 就是一個 D類 妖精較多的牌組才會考慮的一張牌 肅清的光輝 六費法術 隨機使各一個生命值為 5、4、3、2、1的敵方從者消失 那這張牌就是另類的審判 不會少到自己的從者是他的優點 但是這張牌打快攻 並不會特別有優勢 因為快攻的牌型啊都是一血或是二血的從者 然後各種鋪開 你只能消失掉一隻 反而這張牌是可以懲罰一些 就是每回合固定下一隻從者 然後不交換打頭的牌組 但由於它是消失的效果啊 對上死靈 不管怎麼說 就是特別的好用 更可以說是專門肅清狗妹的牌 狗妹出場剛好是我們的123血量 全部消失全部掰掰 是一張希望真的取代品 但對於主教主流的盛世主教來講 是不會考慮的一張牌 因為 一樣 太高費了 屬於A類 很強力的一張牌 獄龍牧場 龍族八費護符 倒數二 入場取 與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由地獄火魔龍 飛龍 風暴巨龍之中 隨機召喚一個 善未因此能力進入戰場的從者到戰場上 簡單說就是三種龍都會輪著召喚一次 那這張牌啊有隨機性在 但這種牌啊其實最重要就是吃龍族的跳費 先攻的時候二費你可以起勢先跳 四五費的時候隨便丟幾個從者打個醬油 那六費的時候再準時進化我們的羅傑直接跳到八費 你就可以直接壓這一張的牧場 有些人跳起來的話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可以大幅擴大你的優勢 而且我是認為這張牌還比之前龍之峽谷槍 因為有兩隻的龍會跑 當你真的撐不住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那兩隻來做一個結場 純跳費龍啊 不考慮殺蛋的牌組 你就可以考慮來填補我們阿傑空缺來放這張牌 那以主流的殺蛋龍來講的話是放不太進去的 不然就是頂多掛個一張兩張 屬於A類很強力的一張牌 那麼這次沒有銀卡直接跳到我們通卡部分 海骨翔雞、機械、四費三三體質、入場曲、蟹木曲 召喚一個生產器械到戰場上 很明顯就是機械牌組必定放滿的一張牌 即使你不是機械牌組 四三三的體質啊進化不虧體質 旁邊的小機械還可以殺掉做一個結場或者是抽牌 本體死亡後還會多一隻小機械 等於說你拍出這張牌本身就是具有三點的目的 即使不是機械牌組也可以去選用的一張牌 A類很強力的一張牌 畢竟S類 畢竟他不能結場啦 但是他就是一個鋪場的極致 那麼本次的新卡簡評就這些了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可以訂閱留言支持我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畢竟S類 空調 新卡 從 《鋼鉄のリベリオン》 《反逆の時》 《来た》